第1454章也走了 不用送 白袍牢者捂住断臂 面露惊悚 他盯着木北刚才那一件 你什么时候祭出的 以他半步递近的修为 刚才那一件 他竟完全没有感应到 仿佛是凭空而生 木北看着他无关紧要的话别说 回答我的问题 白袍牢者脸色难看 咬牙切齿地盯着他到小背 你话还没说完 他左手边突然出现一道三尺金色剑气 三尺金色剑气直接一话 呼 他左手其间断开 木北看着他回答问题 白袍牢者牙关紧咬 而下一刻 一道金色剑气突然出现在他跟前 直接点在他眉心 顿时间 一缕血水顺着他脸颊滑落下来 木北看着他 白袍牢者不由地发抖 面色也随之变得有些苍白 木北的这些金色剑气 究竟是怎么展过来的 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木北出现啊 简直是神鬼莫测 而黑袍牢者也是惊悚 被木北这等诡异的手段震住 下一刻 他突然一跃而起 化作一道光朝远处顿走 不过 才刚顿出不足百丈 前方空间如水浪般一抖 砰 一声问响 黑袍牢者被震了回来 狼狈地摔倒在地 他快速起身 不过 才刚起身 一道三尺金色剑气便是点在他美心 他身子一僵 直接不敢动了 但凡他敢动一下 三尺金色剑气直接就能要了他的命 木北看着两人回答 黑袍牢者顿了顿 下一刻看着他道 我们如实回答 你是否会放过我们 木北道可以考虑一下 黑袍牢者与白袍牢者对视一眼 下一刻 黑袍牢者道 我太幽谷亭与玄星门 圣圣山以及赤岳岛联手 在远古荒地开辟出了一片洞天宝镜 不久后将挑选一批优秀弟子前去历练 而你手中的权杖 便就是进入其中的身份证明 届时 任令不认人 木北目光为洞 远古荒地 他自然知道这片区域 在十二维非常出名 据传其内蕴含永生和超越十二维之密 一直是修行界重点关注的古地 但那片古地异常凶险 普通的地境强者也不愿深入 不曾想 太幽谷亭等教 居然在其内开辟出了一片洞天宝镜 这倒是值得去闯一闯 他问两人那洞天宝镜什么时候开启 白袍牢者道大概半个月后 木北点了点头 下一刻 白袍牢者看着他道我们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你该放了我们了吧 黑袍牢者也盯着他 木北看着他们舞 我好像只是说考虑一下 并没有说一定放了你们吧 这话一出 黑袍牢者和白袍牢者顿时怒起 你想违背信用 木北笑了笑 和敌人讲什么信用 他这笑落在两人眼中 令得两人更加愤怒 而下一刻 木北残天魔宫直接开启 参天漩涡将两人笼罩 很快便将两人的修为转化为自己所有 他自己的精气神 则是提升一大截 环差一点 转化了黑袍牢者和白袍牢者的修为 现在的他距离圣极领域更近了 无限接近 而这时 黑袍牢者和白袍牢者贪软在地 绝望且愿毒地看着木北 他们的一身修为全没了 他们废了 白袍牢者盯着木北嘶吼你这该 扑 一道金色剑气滑过 他脑袋直接飞起来 与此同时 黑袍牢者的脑袋也飞起来 木北收起两人的纳戒 转身离开 刚走出不多远 一股低微突然席卷而来 不远处 骤肠去而复返 隔着很远 骤肠便发现了黑袍牢者和白袍牢者的尸体 不过 他对此并没有太在意 他眼中只有木北 坑 一柄七黑色短刀被他唤出 隔着很远便就朝着木北寄去 短刀速度极快 眨眼便抵达木北上空 而此刀并没有攻击木北 而是蹦践出强大的刀威结界 强行封锁住了四周空间 俨然 这是先将木北封在固定的区域里 不给木北施展空间转移的机会 而骤肠本人则是快速逼近 眨眼来到木北跟前三丈外 而来到这个位置 骤肠突然毛子围动 猛地朝左侧甩出一掌 几乎是这一掌甩出的同时 他左侧出现一柄三尺金色剑气 这一掌与三尺金色剑气撞在一起 吃 三尺金色剑气当即粉碎 骤肠看向木北藏见于空间之内 好手段 可惜 你的修为太低了 终究是递近强者 只接触一次木北的这等剑气 他便知道了这些剑气是如何展出 他一步步走向木北 木北不说话 下一刻 骤肠周围 一柄柄三尺金色剑气突然乍现 足有数十柄 这些金色剑气疯狂斩向骤肠 剑威霸道得很 将附近空间斩出一条条小裂缝 骤肠右手猛的一抖 大片掌印交织出来 朝四周轰去 吃吃吃 三尺金色剑气一道接着一道粉碎 根本伤不到骤肠这等地级存在 不过 虽然未能伤到对方 但却暂时牵制住了对方 而趁此时机 木北右手心中突然出现一张四项封印神图 以四项封印直接印在对方撑起的刀威结界上 顿时间 结界抖动 下一刻 吃 一声清响 刀威结界崩开一条口子 骤肠脸色为变 木北居然破开了他的结界 他可是第一进强者啊 他连忙补全结界 然而 他才刚生起这个念头 木北便就消失在原地 以空间大到一到了万丈开外 也走了 不用送 木北的声音远远传至这边 使骤肠脸色格外阴寒 直接追上去 然而 根本追不上 木北不断施展空间瞬移 短短片刻间便将骤肠甩掉数万里 而就在这时 木北突然止住脚步 前方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突然出现 老者看着他年轻人 九瓶宝连给老夫 老夫保证不杀你 木北看着对方 毕竟 这是一个地境强者 而下一刻 他突然看向另外三个方向 那三个方向各有地位朝这边用来 第1455张心怀季度是不好的 木北但笑 看来 他拥有九瓶宝连的事 不仅仅只是太幽谷亭知道了 这等事已经是彻底传开 这太幽谷亭对情报的封锁 不够严谨啊 白发老者看着他 你此刻还能笑得出来 倒是有些意思 木北不说什么 下一刻 白发老者突然朝前方挥出一掌 这一掌刚挥出 一柄三尺金色剑气便是出现在他跟前 他这一掌与金色剑气撞在一起 吃 三尺金色剑气粉碎 而这时 木北消失在原地 刹那间便出现在万丈之外 白发老者眸子一宁空间大道 他急速追上去 几乎是他追上去的第一时间 另外三个方向上 一个黑袍中年 赤袍中年和蓝袍中年出现 三人各个环绕地危 三人相互扫视了一眼 下一刻 直接朝木北顿走的方向追下去 此时 木北不断施展空间大道瞬移 将白发老者和另外三个地级强者甩开了很远 让四人失去了他的踪迹和气息 黑麒麟嘖嘖到这空间大道还真是好用啊 不仅攻杀灵力 也可堪称第一顿术 面对四个地境强者 木北完全是游刃有余地退走 四个地境强者完全奈何不了 木北点头 空间大道确实非常好用 下一刻 他突然摸着下巴思索起来 接下来 怕是会有越来越多的顶尖强者盯住九瓶宝帘 他要一直藏着躲着 这可不符合他的性格 下一刻 他目光围动 咧嘴笑起来 黑麒麟 这老鹰比又想到什么坏主意了 下一刻 木北将九瓶宝帘换出来连二 咱们演场戏 弄场拍卖会公开拍卖你 并能引来诸多顶尖强者竞标 到时 我拿到足够好处将你交给竞标成功者 带对方离开一定距离 再帮你逃回来 这样 我记得了足够好处 也将大众火力转移到了他人身上 黑麒麟 卧槽 这老鹰比是真鹰啊 这等主意都能想出来 九瓶宝帘则是朝木北问道怎么逃回来 木北道自然是以空间大道将你转移 九瓶宝帘拍卖的肯定都是递进强者 人家一旦拍到 瞬间离开 转眼就会移出数千里数万里 你能隔着那么远施展空间大道转移我 你看都看不到 木北微微一笑以我对空间大道的理解 已经可以绘制空间大道纹落 可进行远距离空间转移 别说数万里 数十万里也可以发动 九瓶宝帘顿了顿 道你还是不要太小看地镜强者哦 他们的手段可不弱 万一你那空间大道转移数失败了可咋整 木北道无 若是失败了 我会给你立一座杯的 九瓶宝帘 人言否 他说道 木北哈哈一笑 道开玩笑开玩笑 莲儿尽管放心 我这人 你还不了解吗 坑谁也不会坑自己人 没有绝对把握 我是不会让你冒险的 九瓶宝帘这倒是实话 这个老鹰笔虽然不要脸得狠 却从不坑自己人 木北道以防万一 我会在于你身上施加九重四项封印 避免有节节限制你 九瓶宝帘好 本帘答应了 不过得给点好处 争几条超级灵迈给本帘先 木北哈哈一笑行 这个要求很合理 他取出几条超级灵迈 九瓶宝帘顿时心满意足地吞食起来 这之后 很快 一则消息在修行界传开 三天后 木北将于秦峰谷公开拍卖九瓶宝帘 所有人可参与竞标 顿时间 修行界直接沸腾 九瓶宝帘 永生连 木北居然要公开拍卖这等旧级重宝 当下 一个个超级大势力的顶尖强者 快速朝秦峰谷赶去 秦峰谷 此鼓耸立昭树百座毒蜂 如同一根根山筑斑 很是壮观 此时 木北端坐在最中间的那座毒蜂上 等 等竞标者们登场 不久后 一个金医术带中年率先来到这里 太幽谷亭之主 昼长 昼长盯着木北你在耍什么把戏 木北看着他拍卖九瓶宝莲啊 你不就是为此而来吗 这个问题还需要问 昼长冷冷地盯着木北 他没有立刻动手抢 木北身怀空间大道 还有四项封印 他若动手 木北选择跑路 他根本拦不住 就在这时 另外四道身影来到这里 一个白发老者 一个黑袍中年 一个赤袍中年 一个蓝袍中年 真言殿太上长老 必穷 盘族族长 盘高 百玉门门主 正熙 朱族族长 朱有明 四人来到这里 木光同时落在木北身上 各个魔光幽深 就在之前 他们还在追杀木北夺九瓶宝莲 而现在 木北却公开拍卖其九瓶宝莲 这让他们多少感觉有些不寻常 这时 木北看着他们到几位无需多疑 我之所以拍卖他 是我清楚 现在的我拿不住这等重宝 盯着我夺取他的强者太多太多了 故而 我选择将他拍卖 既保平安 也换取一定好处 昼长等人文言 目光微微移动 不得不说 木北这话是有道理的 木北掌控九瓶宝莲的市传开 整个十二维 甚至是其他的平行维度 一个个顶尖强者很快会一一找上门 而以木北如今的实力 面对一窝蜂的顶尖强者 要保住九瓶宝莲的确很有难度 而若木北直接炼化了九瓶宝莲 那反而会更加凶险 一旦被抓住 那可就是面临被人吞血石肉顿骨的下场 如此一来 将这九瓶宝莲拍卖换取大好处 确实是当前最好的选择 盘族组长盘高定定地看着木北 下一刻到你的想法很有理 但眼前毕竟是永生连 你对永生就一点兴趣也没有 这般果断的旧将之拍卖 木北笑了笑我这等旧级天才 抵达永生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何须靠外物 盘高冷笑你倒是很狂 木北到这叫自信 盘高淡淡道对 狂妄的自信 木北看着他无 剥夺你的宝莲竞标权 盘高脸色一僵 下一刻 他冷冷得到你确实是旧级天才 抵达永生确实只是时间问题 木北满意一笑这就对了吗 做人的诚实 心怀嫉妒是不好的习惯 盘高 嗖嗖嗖 过空声一道道响起 一个个顶尖强者相继来到这里 各个缠绕地微 很快 这里足足来了数十个地级强者 而谷外则是为了超过万人 这些人不是为拍卖九瓶宝莲而来 而是单纯的来看热闹 看看九瓶宝莲长什么样 看看这等重宝最后花落谁家 下一刻 谷内的一座毒蜂之巅 一个头戴斗笠的身影 看着木北可以开始了吧 第1456张 曾爷爷走了 不用送 木北点了点头确实是时候开始了 他右手手心摊开 九瓶宝莲出现在他手心 顿时间 所有人盯住九瓶宝莲 没错 是传说中的九瓶宝莲 所有人双眼放光 有几个地级强者手指微微抖动 原本平静的神力也如平静湖面生起来波澜 这时木北到公开拍卖 谁先动手 便是在场所有人的敌人 这话一出 几个地级强者顿时静了下来 此地这么多地级强者 若被群起攻之 那么 没有任何一人能够扛得住 木北淡笑 下一刻 他说到拍卖规则很简单 谁能拿出让我满意的筹码 宝莲便属于谁 数十地级强者沉静 下一刻 那头戴斗笠的身影第一个走出来 他走到木北跟前 右手手心摊开 手心中出现一颗纯白色光珠 此珠一出 现在众人顿时动容 全心流离 有人到出生 直直盯着那全心流离 俨然 这是一宗了不得的宝物 斗笠身影看着木北佩戴此珠 可让你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增强数倍 简单点说 它可以让你的修行天赋倍增 倍增天赋 这无疑是一宗非常惊人的宝物 就算是对地境强者而言 那也是价值超凡 木北笑着摇头 斗笠身影沉生到阁下看不上磁宝 木北到磁宝价值惊人 但对我而言 它没有任何用 它的天赋还需要加持吗 不需要 无穷大的倍数 依旧是无穷大 斗笠身影不解如何说 木北笑了笑 到阁下请回 斗笠身影沉默 片刻后 它退了回去 下一刻 盘高走出来 换出一面残缺宝顿 宝顿虽是残缺的 却缭绕着淡淡光芒 上面有着许多繁复古老的文字 说不清具体是哪个时代的产物 最主要的是 它蕴含着一种古老气韵 这等气韵之深邃 比星河更甚 盘高到此顿乃我在一处古老秘境中所得 我就是靠了它突破千年难以突破的地境 且悟出了一宗大神通 它的存在应该不属于十二维度 超越了十二维 研究它 有几率找出踏出十二维的路 这话一出 众人其经 残顿是超越十二维文明的产物 研究它 能找到踏出十二维度的道路 重宝 毫无疑问 这也是一宗重宝 许多人盯着它 双眼已是有些火热起来 木北笑了笑 请回吧 混沌葫芦 小顶 喷天炉和斩磨刀 哪一个不是把这残顿按在地上摩擦 这残顿于它来说 没有任何价值 盘高脸色围尘 它盯着木北 刚想说什么 那咒长走出来 朝木北摊开右手 随着它摊开右手 三株一果出现在它手心 缭绕着一股惊人芳香 随着这等芳香一出 顿时间 木北感觉自己的毛孔 微微有些扩张起来 咒长到破禁果 毕竟之下 一果一径 与你而言 它们就是三个大境界 木北眸光为亮 好东西 对于现在的它来说 这破禁果无疑是好东西 至少 目前出现的三宗交易物中 它们是最具价值的 不过 它没有立刻答应 它对咒长到我比较满意 不过 暂且不及 我看看可还有更好的选择 它看向其他人 接下来 来到此地的数十 递竞强者相继上前 一一取出筹码 这些筹码都是非常有价值 其中一些甚至足以让递竞强者为之疯狂 但 这些东西却并没有让木北犯起兴趣 最终 它看向咒长到公平交换 它取出九瓶宝莲 顿时间 所有人目光落在咒长身上 这场拍卖会 咒长赢了 拍得了九瓶宝莲 咒长则是面露振奋 得到了九瓶宝莲 可成就永生的重宝 得到了 它将三枚破进过地给木北 而后从木北手中接过九瓶宝莲 九瓶宝莲入手 第一时间 它便感觉到了非比寻常的气息 它将九瓶宝莲收入那界 刹那间便是消失在原地 它当一消失 潘高等数十个地及强者也消失在原地 毫无疑问 这是追咒长去了 永生莲 这些人可不会轻易放弃 木北嘴角为阳 下一刻 它消失在原地 另一边 咒长急速移动 递进修为的它 转眼间便跨越了十数万里 回太幽谷亭 炼化九瓶宝莲 九瓶宝莲这等重宝 就算是递进修为的它 也至少得耗费三个月时间 才能完全炼化吸收 回太幽谷亭炼化最安全 就在这时 它的纳戒中 嗡 九瓶宝莲周身发光 而后空间扭曲 有一条空间裂缝 凭空而现 骤长自视感知到了这等事 顿时便脸色一沉 九瓶宝莲要逃 它佩戴纳戒的手猛的一握 强大神能顿时涌入 演化出一方强大的刀玉结界 刀玉结界将九瓶宝莲 锋困于其中 直接隔绝了空间裂缝 而下一刻九瓶宝莲围斗 身上突然出现九重四项封印 而后九瓶宝莲直接撞在刀玉结界上 吃刀玉结界瞬间崩碎 下一刻九瓶宝莲没入空间裂缝 刹那间消失 只剩下一道声音传来 曾爷爷走了 不用送哈 骤长顿时间暴怒 消失了 已经到手的九瓶宝莲 居然消失了 跑了 见人 他暴怒 只一瞬间他就知道了 这是墓北设的局 空间大到和四项封印 明显是墓北搞的 从一开始 墓北就没有想过正常拍卖 而也是这时 斗笠身影 碧琼 盘高和正熙等数十地 竟强者追到这里 数十人目光同时落在骤长身上 骤长自然知道这些人的来意 到九瓶宝莲不在我身上了 飞走了 这场拍卖会是那见人做局设计我等 数十人沉默 下一刻 盘高看着骤长道 骤亭主这是把我等当傻子吗 骤长恼怒 他刚想说什么 那正熙到那墓北的确会空间大到 但这里具拍卖地间隔了多远 十数万里 他能隔着十数万里一物 而且 还是从你一个地近强者手中移走 你想骗我们转移火力 也得编个像样的理由吧 其他人点头 对正熙的话表示赞同 穆北拿可能隔着十数万里一物 十数万里 这不是扯淡吗 斗力身影看着骤长 冷酷地倒拿出来吧 否则 我们数十人一起上 你会死 一股冷意自他体内扩散而出 其他人亦是冷冽地盯着骤长 骤长气坏了 盯着数十人怒到你们这群蠢逼 老子说的是实话 斗力身影看着他看来 你不愿主动交出来了 话落 刷 他出现在骤长跟前 直接抓向骤长 与此同时 其他人一起动手 各展强大手段 骤长被迫反击 轰 激烈地交锋 只一刹那 骤长横飞出去 大口吐血 你们这群傻逼 傻逼 他破口大骂 知道无论如何解释 眼前这些人也不会信 他直接朝远空顿走 盘高冷冷地倒追 他追下去 其他人也追下去 第1457章 为何问我这等话 此时 一座偏远山脉中 木北来到了这里 下一刻 他身前的空间突然裂开 九瓶宝莲从其中飞了出来 飞出来的瞬间 九瓶宝莲朝他蹦跋后 脸皮不错哈 手段可以 面对递进强者的封锁 木北留下的空间纹落和四项封印 隔着十数万里 轻而易举便就图为成功 厉害 真的很厉害 木北哈哈一笑小意思 他将那三枚破静果取出来 看着这三枚破静果 他黑黑地笑起来 无费吹灰之力 得到可以提升三个大境界的宝果 而且还借此转移了 大众对九瓶宝莲的视野火力 爽 舒坦 他调整了下呼吸 而后运转起一件绝世 炼化破静果 翁 金色光芒于他体表环绕而出 转眼间 第一枚破静果被他炼化完 他踏入圣级领域 屹立在准圣境 而后 轰 雷霆轰鸣 准圣境天节 豁然降临 木北换出朱节剑 配合九瓶宝莲一起渡节 很快成功渡过这次天节 而后 他炼化掉剩下的两枚破静果 修为直接抵达入圣境 入圣境 圣域内的第三个大境界 他微微握了握拳 喝 一声脆响 周盼的空间当场便是崩裂 他点了点头 满意一笑 现在 单纯论肉身强度 他不比一般的地境强者弱了 而综合战力方面 在由九瓶宝莲的强大治愈能力加持下 现在的他足可轰杀一般的地境强者 调整了下呼吸节奏 他盘膝坐下 开始于空间内储存新的剑气 很快 他储存好三百道新剑气 而以他现在入圣级的修为 新储存的三百道剑气 微能自然是远比之前强大的 强很多 顿了一瞬 他起身离开这里 回藏剑宗 这时 另外一个地方 骤长半跪在地 浑身燃血 一副重伤垂死的狼狈状态 斗力身影等数十个地境强者围着他 攻击连绵不断 根本不是他一人可挡 斗力身影看着他 冷酷地倒交出来 另外数十人也盯住他 骤长怒吼道老子说很多次了 拍卖会就是那见人设的局 九瓶宝连被他以空间大道转移走了 你们他妈怎么就是不幸 数十人眼神更冷 隔着十数万里隔空一物 他们怎么可能会相信如此荒谬的话 木北若真有这等能力 这十二位一个个大交大家族的资源积累 岂非轻而易举就被木北搬空了 开什么玩笑 下一刻 斗力身影盯着骤长道 原本不想杀你 但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话落 他突然诡异般地出现在骤长跟前 而出现在骤长跟前的一瞬间 他手中出现黑色火焰 直接一掌轰在骤长面门上 顷刻间 骤长身躯直接燃烧起来 且连同神魂也跟着一起燃烧 而这等火焰 灭不了 骤长竭尽全力化解 却是没有任何用 啊 他发出惨嚎声 而盘高等人则是瞳孔走缩 黑焰 黑焰 一种霸道兄弟的神火 连神力火焰和大道之力都可焚毁 一时间 盯着那斗力身影 他们眼中流露出忌惮 这个一直头戴斗力看不见真容的人 居然掌控着黑焰 不简单 绝对不是一般的递进强者 这时 斗力身影右手五指成爪 黑焰凝聚成黑色大爪印 直接将骤长的那戒抓到手中 握着这那戒 他发出一声冷笑 刷 他诡异般的消失在原地 如同一道幽灵 盘高等人顿时脸色为变 去哪了 这一瞬间 他们直接失去了斗力身影的气息 不知道对方去了哪里 而也是这时 不 骤长发出一道绝望惨豪 肉身和神魂同时在黑焰之下化作灰烬 盘高等人沉默 一个地镜强者 被活活烧死了 虽然骤长在他们的合力下已是重伤 但毕竟也是地镜 神魂不是那么好灭的 可斗力身影祭出黑焰后 却轻易杀死了骤长 有些可怕 不过 下一刻 数十人眼神凌厉起来 斗力身影虽然不简单 但 他们也非异于之辈 各个身后有强大的家族大叫 如今 在知道对方掌控有黑焰的情况下 加以警惕 咬几个族人同门 并非不能压制 嗖嗖嗖 数十人散开 各自沿着一个可能的方向追下去 且 有人寄传讯宝术 召唤族人和同门相助 而这个时候 斗力身影已是离开了很远 他身盼黑光缭绕 一边继续飞顿 一边审视骤长的纳戒 而后 下一刻 他突然停下来 骤长的纳戒中没有九瓶宝莲 没有 怎么回事 他脸色省下来 而下一刻 他突然想到骤长此前的话 九瓶宝莲飞走了 拍卖会是沐北社局 当真是他 沉静了一瞬 他消失在原地 去找沐北 这时 沐北抵达藏剑宗范围 而他刚到藏剑宗的范围区域内 突然间便是停下脚步 朝正北方向看去 几乎是下一刻 一个头戴斗力的身影 从那个地方走来 下一刻 斗力身影来到跟前 斗力身影看着他 冷冷地到九瓶宝莲 在你身上 沐北露出一副疑惑的表情 前辈你这是什么意思 九瓶宝莲被昼长所得 你是亲眼见到了的 现在却怎么跑来我这问这等话 斗力身影冷声到 昼长已经死了 他的纳戒中没有九瓶宝莲 而短时间内 他也不可能恋化的了他 而他在死之前 称拍卖会是你在社局作假 九瓶宝莲被以空间大道转移走 回到了你手中 沐北看着他这意思是 你杀死了昼长 我走了他的纳戒 斗力身影看着他到乖乖 把九瓶宝莲交出来 本作可以饶你一命 他没有直接动手 实在是 沐北掌控有空间大道 在不能一级毙命的情况下 动手便是徒劳 沐北一旦开跑 他拦不住 而这时沐北笑起来你杀昼长时 另外数十个递竞强者 应该是在场的吧 而这么说来 现在这等情况 那数十人会认为 九瓶宝莲是被你夺走了 斗力身影冷冽到是又如何 沐北笑得更浓了 下一刻 斗力身影身后突然出现 一道三尺金色剑气 金色剑气指展对方头颅 第1458章石化总是没人性 斗力身影快速后退 这一退 刹那间退出数十丈 而当他退到这个位置时 他头上的斗力粉碎 露出他的真实面容 一个短发老者 玩法老者的右手背上 烙印着一种古怪纹落 此时 短发老者眸自为您 直直地盯着墓北 拟在空间记忆体了剑气 几乎是他话语刚刚落下 他突然朝着左侧便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刚刚拍出 左侧出现一道三尺金色剑气 双方相撞 轰 伴随着一道剧烈轰鸣 三尺剑气粉碎 而这时 墓北出现在他跟前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动作 抬手就是一拳 东 宛若天鼓被雷响 霸道全境当场震碎周盼的大片空间 玩法老者一拳迎上去 拳与拳撞在一起 哼 闷声响起 两拳底在一起 不相上下 玩法老者瞳孔走缩 这一拳他并没有保留 乃全部体魄力 可这样的一拳却只是与墓北占平 他可是第一静强者啊 他森冷地盯着墓北 练花那三维破静果 你倒是强了很多啊 墓北笑了笑 下一刻 短法老者身后出现一道三尺金色剑气 三尺金色剑气之刺对方头颅 短法老者另一手猛的一掌抽向身后 将这三尺金色剑气震得粉碎 而这时 墓北与对方撞在一起的拳头突然化作为掌 其掌心处 四项封印显化而出 短法老者眸子一宁 连忙抽身击退 而他抽身击退的过程中 他身后突然出现十几到三尺金色剑气 墓北则是手持四项封印 急速推向对方 前后夹急 短法老者冷哼一声 身上突然腾起滚滚的黑色火焰 黑色火焰一显 瞬间将十几到三尺金色剑气焚毁 而同一时间 短法老者以黑色火焰凝聚出盾 此盾迎上四项封印 双方相撞 黑色火焰挡住了四项封印 不过 下一刻 吃的一声 黑色火焰烟灭 短法老者一跃后退数十丈 他在远处盯着墓北手中的四项封印 眸子幽冷得很 不愧是人王宝树 他的黑焰可是神火 能焚毁神力神魂和大道 而他更是以地境修为施展而出 威能非常大 但 这等黑焰 却轻而易举就被墓北以人王宝树击溃 而墓北 只财圣及修为 他盯着墓北 问个问题 你的人王宝树是从哪里学来的 墓北随口道 封神天尊教的 管法老者一争 随后讥笑起来 你想说 你是人王一脉的新传人吗 可笑 人王一脉 可以说 这是大宇宙最强的一脉 毕竟 就连那位灵天帝也是人王传人 乃人王的第十弟子 封神天尊乃人王大弟子 是灵天帝的大师兄 封神天尊亲自传了墓北四项封印 笑话 天大的笑话 真若如此 这大宇宙内 有谁会不知道 眼前这人的名号 墓北 为什么说实话总是没人性 无奈 他看着对方 下一刻右手围台 朱节剑出现在他手中 管法老者抢了骤长的那界跑路 数十个地境强者亲眼目睹 现在所有人认为 九瓶宝莲在对方身上 只有短法老者自己知道 九瓶宝莲回到了他这里 那么 现在直接弄死对方 弄死对方让对方消失 所有人就会认为 短法老者抢了宝莲后躲起来练话去了 火力就不会落在他身上 杀 他猛的一挥朱节剑 这一挥剑 刹那间 一股惊人 剑浪以他为中心席卷向短法老者 灵力 霸道 速快 短法老者不敢大意 连忙换出一杆战毛 一毛利劈 吃 剑浪崩碎 就在这时 木北以空间大到出现在对方身后 朱节剑横斩对方头颅 管法老者一毛横扫过来 朱节剑与这一毛相撞 但 并没有金属碰撞声传出 朱节剑无损穿过战毛 只斩对方头颅 管法老者脸色一变 木北的剑竟能在虚实之间自由转化 他抽身急退 这一退 刹那间退出百丈远 而当他退到这的位置时 他脸上出现一条剑痕 有斜水缓缓溢出 没能完全避开 而这时 他周围 十几到三尺金色剑气突然出现 齐齐展向他 他面色一冷 黑焰滚滚而起 形成一道黑色的焰能风暴 吃吃吃 所有剑气粉碎 而木北这时候出现在他头顶上空 左手持四项封印 一把按向对方 管法老者不敢应接四项封印 一晃后退三十丈远 而几乎是他退到这个位置的一刹那 一张四项封印图突然自此处空间内划出 直接印在他身上 管法老者顿时脸色惊变 四项封印贴在他身上后 他的神力开始渐渐凝固 得我破 他力声狂吼 右手背上的神秘纹络突然绽放光芒 一股奇异波动席卷而出 下一刻 轰 伴随着一道轰鸣 他强行挣脱四项封印 横移到一百多丈远处 站在这里 他大口喘息 有些寒冷地盯着墓北 阴险的东西 显然 墓北暗中施展了四项封印 提前将四项封印除在空间中 而后创造机会让他暴退 再让存于空间内的四项神徒 于他暴退而出的位置上 突然显化攻击 环环相扣 墓北看着他 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啊 我这么漂亮的战斗经验 你居然说是阴险 自己不如人就诋毁人 真不要脸 刷 混沌葫芦飞出来 后脸皮说得对 咱们这是漂亮的战斗经验 老毕登他学不来就只能诋毁嫉妒 不过 咱有一说一 论不要脸 还是 墓北一巴掌将他拍回真实大世界 后面的话就不要说了 黑麒麟 而这时 短法老者则是同孔为为一缩 墓北的那口葫芦居然会说话 能与墓北无障碍交流 他眼中流露出金王 气魂宝兵 他话音刚落 墓北突然出现在他跟前 而出现在他跟前的一瞬间 墓北抬手就是猛的一剑力批 这一批 霸道剑力席卷四野 似毁灭海潮淹没向短法老者 第1459章被老不死盯上了 短法老者冷哼 他手背上的纹落发出更强光芒 整个人散发出的气势更冷烈 猛的一毛朝墓北击刺 这一毛与剑力撞在一起 轰 激烈的轰鸣身后 短法老者一跃而上 双手持战猛猛的一个力踢 轰 恐怖能量倾泻而下 刹那间淹没了墓北 墓北体外出现四项封印 四项封印旋转 挡住所有毛利 他看着对方 毕竟二重 毕竟分为十重天 每一众都是一个大境界 相互间的战力差距非常大 毕竟二重天 比现在的他高了八个大境界 相差八个大境界而已 他持着朱节剑走向对方 能打 就算不依靠九瓶宝莲的治愈能力 他也是可以打的 当然 会费一点时间 不可能轻松地击溃 管法老者冰冷道 狂妄的东西 相差八个大境界而已 而以狂妄至极 他单手持毛猛的一阵 一股霸道毛利 以他为中心汹涌而出 演化出一股毛利浪潮 浩浩荡荡荡的卷向墓北 所过之处 空间大崩溃 墓北不闪不闭 持剑正面迎上 灵力建立直冲毛利浪潮 双方撞在一起 轰 伴随着一道轰鸣 一股狂猛飓风 以两人的对撞中心卷开 阵列大虚空 刷 刷 两人同时冲向对方 管法老者挥毛 墓北挥剑 毛与剑相撞 撑 刺耳的金属声回荡 下一刻 两人同时被对方震退 而后 双方盯住对方 再次撞在一起 当当当 金属碰撞声不断传出 毛利灵力 剑威霸道 只打的这个地方空间崩碎 大地沉陷 很快 一个多时沉过去 两人经过种种手段碰撞后 又一次同时被对方震退 各自退出五丈远 管法老者盯着墓北 眼中带着浓浓的震撼 墓北明明只是入圣级修为 与他相差了八个大境界 却居然与他站平了 完全站平 隔着八个大境界站平 这是何等夸张的越境战斗能力 离谱 下一刻 他眼神冰冷下来 不得不说 如你这般逆天的天才 古往今来屈指可数 只可惜 终究是要死在这里的 话落 他手背上的纹络再次绽放幽光 而后 一股更强能量自他体内席卷而出 他单手持毛朝天 霸道毛威直冲云霄 形成一道璀璨的毛利光束 仿佛可贯穿天地 迎着这等毛威 墓北升起一股巨大压力 皮肤感觉到了一丝刺痛感 不过 他并不在意 他微微一笑 体表突然弥漫出赤裂光辉 而后 这等赤裂光辉快速流转到朱节剑上 顿时 一股霸道至极的剑威浩荡十方天 他身判 空间寸寸崩裂 大地仗仗坍塌 此乃这一个多时辰的时间里 短法老者攻向他的沙发能量总和的两倍 绝对反击 迎着这等剑威 短法老者顿时脸色 巨变 你 他惊悚地看着墓北 满脸不可置信 墓北居然还有保留 可是 以墓北入圣级的修为 怎么可能施展出如此霸道的剑道杀术 不可能的啊 然而 不管他如何不幸 眼见即是真实 下一刻 他猛地挥动霸道毛利光束 劈向墓北 而后直接抽身退走 墓北笑了笑 随手一剑斩 坑 剑力如毁灭星海 刹那间湮灭毛利光束 而后以一个恐怖速度抵达短法老者跟前 直接淹没了对方 啊 惨叫声如其响起 剑力过后 短法老者倒在血泊中 四肢尽碎 惨不忍睹 而这 是墓北手下留情的结果 否则 绝对反击所化的剑力能直接批死对方 他走到对方跟前 玩法老者面露惊恐 看着墓北道 小友 饶 饶命 墓北看着他 你手背上的纹络是什么 哪来的 对方手背上的纹络很不一般 似可激发人的潜在力量 而且 他带着一股暴力气息 管法老者颤声道 这 这是老夫在地落战场所得的一道残缺符咒所化 墓北抬手 四项封印一展 对方手背上的静置纹络被四项封印剥离出来 他研究了下 目光忽而为动 这纹络中 有一抹微弱意志 就在下一刻 被四项封印笼罩的纹络抖动 绽放四目光亮 下一刻 一双黑暗的眸子与他头顶显化出来 眸子十分阴森 而这双眸子显化出来的第一时间 便就盯住了墓北 下一刻 双眸中传出声音 九瓶宝莲 很好 被本尊的恢复有不俗之效 小背 替本尊好生保存 本尊很快派人来找你 你若敢偷偷练话 本尊必抽你神魂永振于练狱 话落 痴 双眸消散 墓北沉默 摸了摸下巴 这个貌似是被一个老不死盯上了啊 从对方的话语来看 对方要求平保莲明显不是为了永生 似乎是为了修复某种伤 这意思是 对方一打永生 这可就有意思了 这十二维宇宙 有个老不死具备无限寿源 看来 得准备一点强有力的手段才行了 他自语 下一刻 他看向短法老者 迎着他的眼神 短法老者顿时惶恐至极 道 小友 饶 墓北直接祭残天魔宫 残天魔宫笼罩住对方 很快 对方的修为便是化作滚滚精气 快速没入他体内 转眼间 对方的一身修为被他彻底转化 而他自己的修为则是提升一截 距离小圣竟只差半步之遥 他收起短法老者的兵器和纳戒 随后返回藏剑宗 此时 一片广袤的荒漠古域 地面上尸骸填布 混乱的大道气息交织在每一寸空间 整个天空笼罩在一片灰蒙蒙雾矮中 利落战场 传说 此地爆发过超越十二维的大战 此时 利落战场深处 一口鼓动吞吐日月星光 有一双深邃的毛子 与鼓动深处睁开 随着这双毛子睁开 一股恐怖气息瞬间席卷而出 矿洞最顶端的苍穹顷炸裂开来 九瓶宝帘 去尾本作曲来 伴随着冷酷声音 鼓动中走出一个兽衣中年 兽衣中年面无表情 走出鼓动后 刹那间消失在原地 去尾本作曲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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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本